我们低血糖的诊断标准有三个 第一个呢 有低血糖的典型症状 我刚才说的 一个是胶感神经兴奋症状 像心慌手抖住冷汗 另外一个脑功能受损症状 包括不能够很好的示威 不能够很好的记忆 包括你刚才说的头晕 发懵 跌倒 甚至最后出现昏迷等等 这是第一个有症状 第二个呢 我们要是去测血糖 它的血糖值是低的 是有数据的 糖尿病病人如果说低于3.9 一般的人低于2.8 就是低血糖状态 第三个诊断标准是 一旦补充葡萄糖糖水以后 症状可以立即缓解 有这三条就可以诊断低血糖了 所以你在这个病人 第一有症状 第二喝葡萄糖以后 症状马上缓解 我们现在就缺一个血糖鉴定